那也要看谁来演 有些人 何思韵冷哼 真以为自己披上华服就是凤凰 穆雪卿翘脸一沉 有种我们舞台上见真章 君卿 穆雪卿怂怂肩膀 这件事情可不是我挑起来的 到时候你可别在爸爸面前告状 说我欺负你 谁欺负谁可还不一定呢 反正就是玩嘛 君卿浅笑 雪卿姐姐想比什么 如果你们的社团输了 我要你们 穆雪卿眼睛转冷 当众宣布解散社团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没有必要把社团扯进来 君卿平静注视着穆雪卿 如果我们输了 我在舞台上当众向你代歉 并且永远退出音乐剧社 穆雪卿针对她是因为父亲的原因 君卿并不想因为此事迁累整个社团 刻意针对君卿的社团 穆雪卿就是为了针对君卿 现在君卿主动把事情揽到自己头上 她正求之不得 听你的 不过 我可把话说清楚 这件事情是为音乐剧的荣誉而战 可不是雪卿姐姐故意针对你 如果我输了 我也在舞台上向你道歉 并且永远退出音乐剧社 君卿微笑着抬起右手 树在半空 一言为定 穆雪卿有恃无恐 抬起右手 积在她的掌心 一言为定 此时 地大音乐社的表演刚刚结束 身为主角的穆雪卿 正气喘吁吁地站在台前 接受所有人的欢呼和掌声 地大音乐社羡慕下台 主持人重新走上舞台 接下来 为我们表演的是来自帝都音乐学院的 9加1音乐剧社的同学 他们要表演的曲目是爱上邓丽君 这时 音乐起 9加1音乐社的同学 环步走上舞台开始表演 大学生艺术节的观众 并不是专业的音乐剧观众 比起那些华美的唱腔 他国的语言 本国的文字和熟悉的音乐 更贴近国情的剧情 无疑更有代入感 当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 所有的观众都不知不觉地带入剧情之中 没有人心不在焉地看手机 大家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 被台上惊讶地演出吸引 尤其是冷漠和何思韵这两位主角 经过君清的细心指导 两人无数是唱歌还是跳舞 都已经有志的进步 甚至脸上的表情 眼神都已经很到位 那样的程度 已经可以媲美专业的音乐剧演员 坐在旁边的冷明哲 看到儿子在台上的表现 也是惊讶地坐直身子 穆雪清原本一脸不屑 后来 脸色就一点点地失去血色 这 这怎么可能 九加一的底细 他早就打听过 真正开始排练到现在 还不到一个月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经过君清的改编 整个剧情更紧凑 也更加精彩好看 台下的掌声 不时响起 尾声时 众人齐唱群舞 演出瞬间达到高潮 当所有人一起站到台前羡慕的时候 场内所有的观众 几乎都从椅子上站起身 为台上的表演者们鼓掌 穆雪清站在台下 脸色苍白如指 那一声声掌声 早已经将他的自信 扇得支离破碎 演出结束 观众们纷纷离场 君清等人也都站起身来 君清 冷明哲的脸上 有难演的激动 非常棒的演出 你们真的太专业了 那是因为 冷墨同学是我们的主角啊 君清回他一笑 目光扫过穆雪清的脸 对了 差点忘了 我和雪清借鉴打了一个小赌 你们两个打赌 穆逸臣策谋 注视着穆雪清 什么赌 我 穆雪清顿时一阵心虚 吞吞吐吐地解释说明 我和君清约好 如果谁的社团在评选中胜出 输掉的一方就要退出音乐俱设 爸 您千万别误会 我不是故意针对君清 穆逸臣皱起眉 这么明显的此事 无银三百两 世人就听得出来 看出穆逸臣表情不对 秦云岚顿时皱起眉来 转过身照着穆雪清 就是狠狠一记耳光 你怎么可以和妹妹开这种玩笑 和妹妹打赌 你怎么当姐姐 还不向妹妹道歉 不愧是极品心机表 对女儿都这么狠 秦衣你这是干什么呀 君清抓住秦云岚的胳膊 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这怎么是欺负我呢 没那么严重 我和姐姐 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秦云岚气得两手哆嗦 转过脸来 却还在陪着笑 君清啊 雪清这孩子 有时候就是脾气极了些 你看在秦衣的面子上 别和她计较 这一赌就算了吧 纵使是外行 也能从掌声中 听出两个社团表演的优劣 这一局 很明显 自己女儿胜率不高 我倒是没什么 但是这事 是当着我们两个社团 所有人说的 姐姐要是现在反悔 以后她在学校 还怎么有脸见人啊 君清笑眯眯的 注视着秦云岚的脸 沐一辰皱眉 注视沐雪清几秒 沉着脸走向出口 冷明哲 看看母女二人 也是摇摇头 君清最后一个出来 看到沐雪清 她关切询问 秦一下手 可真够狠的 雪清姐你没事吧 你少在我面前装白莲花 沐雪清忍无可忍地抬起脸 君清我告诉你 我也是爸爸的亲生女儿 你休想把我赶走 相比起沐雪清的面目猙獰 君清却依旧是一脸平淡笑容 我的好姐姐 这次你就大错特错了 君清笑着弯过身 凑到沐雪清面前 我不是白莲花 我是黑莲花 得罪我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眼前那对黑眸 平日里又黑又亮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可是此时 那对眸子微微眯起 锐气便从黑色铜人里散发出来 如深渊一般让人不寒而栗 沐雪清下意识地平住呼吸 我不仅要把你赶走 我还要把你妈一起赶走 君清抬起右手 轻轻拍拍她的脸 我说到做到 肿着的脸被她轻拍 沐雪清疼得道歇一口凉气 抬手将君清的手甩开 就怕你没那个本事 那 君清笑咪咪转身 咱们走着瞧 走出树步 君清抬起右手 看看手指上卷着的那几根 从沐雪清头上扯下来的发丝 唇角微扬 傍晚 艺术节闭幕室 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环形广场 如期举行 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 君清来到会场一次看台 看到君清 他眼里闪过寒光 到底还是主动站直升 笑着迎到沐浴晨面前 爸 这边有空位 不用 让你妈妈和你一起坐 我坐这边就行 沐浴晨淡淡洋洋下巴 沐雪清无奈 只好退回自己的位置 环形广场四周 都是整齐的台阶 有活动时 这些台阶就是座位 君清侧身 要在台阶上坐下 却被沐浴晨拉住胳膊 避上凉 脱下自己的西装 沐浴晨简单对折之后 将外套放在台阶上 认真整理平整 侧脸向他一笑 来坐这儿 君清危正 除了地灵 还没有人对他这么宠爱过 发什么呆呢 坐呀 沐浴晨笑着拉住他的胳膊 将他扶坐到西装外套上 他则随意地坐到他旁边的台阶上 清清对不起 今天让你受委屈了 都是爸爸没有处理好 等今晚回去 我会和雪清好好谈谈 以后肯定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君清侧眸向他一笑 你不用担心 我不是小孩子 没那么脆弱 凝视着那对似曾相识的眼睛 沐浴晨恋爱地抬起右手 帮他把滑下来的长发里顺 你和你妈妈一样 都很坚强 听他提到母亲 君清皱起眉间转过脸 感觉着他的情绪不对 沐浴晨叹了口气 没出声 这功夫 主持人已经走上舞台 闭幕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几位相关领导上台讲话之后 进入艺术节的评比环节 现在我们来宣布 今天演出的四部音乐剧的成绩 帝都大学歌剧魅影 得分98分 听到这个分数 帝大众人都是一阵欢呼 沐雪卿也是露出一丝微笑 君清侧眸 看向一旁的沐浴晨 男人挺着后背 两肘撑在膝盖上 两只手掌交握在一处 眉景皱着 明显地透着紧张 帝都音乐学院演出作品 爱上邓丽君得分98.5分 耶 音乐剧社众人不约而同地从台阶上站起身 欢呼出声 包括一向淡漠的冷漠在内 另一侧的沐雪卿 却是小脸苍白无比 秦云蓝扫一眼君清的方向 纤细的柳眉也是明显地皱出波澜 沐雪卿从台阶上起身 走向台阶 看她从面前路过 小宋滴滴一笑 沐社长 可别忘了向我们道歉啊 不光要道歉 还有退社呢 经典 我看有些人就是毁经典 四人相继走上舞台 会长张青先生 先向 包括沐雪卿在内的三人颁发了参与奖 沐雪卿同学 你有什么想说的 主持人笑着将话筒递给沐雪卿 我非常感谢组委会 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 给大家展示自己的机会 沐雪卿漂亮的客套几句 环视四周黑压压的人群 在这里 因为我之前的不当言论 我要郑重向九家一音乐社的同学道歉 同时 我要向地大音乐社的成员 说声对不起 是我管理不善 才影响大家的成绩 现在正式退出地大音乐社 对不起 这件事情 并不是她和军卿私下达成 当着两个学校社团的面立下的赌约 如果她今晚不对线 那么这件事情 很快就会传遍两个学校 到时候 她会更丢脸 这么多年在学校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形象 哪里经得起这样折腾 说到最后 对不起这三个字时 她已经哽咽着 几乎要控制不住地哭起来 随母亲嫁入沐家之后 她过上副家大小节的生活 在母亲的督促下 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一切顺风顺水 偏偏再在一个军卿手里 主持人也没有料到 她会在台上来这么一出 还好经验丰富很快就反应过来 不知道这个道歉从何而来 军卿接过话筒 微笑着说明情况 事实上是这样的 地大音乐聚社 认为我们的中文音乐聚上部的台面 和我们社打了一个赌 哪一个对落败就要向对方道歉 刚刚听沐雪卿的说法 还觉得她是因为社团没有得奖自责 结果是这么一个原因 台下顿时议论纷纷 事实证明音乐的好坏是不分国界和语言的 我很感激评委组会 我们的音乐剧和社团的认可 在这方面 我们确实起步比较晚 但是我相信 有热爱就有未来 这个未来就在我们这些真正热爱音乐剧 热爱音乐的人手里 我们必将会有一个百花齐放的文化之春 军卿一番话 将这个赌局上升到更高的境界 沐雪卿的委屈 瞬间变得不值一提 台下掌声如雷 金灿灿的奖杯送到军卿手里 台阶上音乐社区的同学们 早已经站起身来 鼓掌 尖叫 欢呼 后面还有别的奖要颁发 军卿捧着奖杯走下舞台 一众年轻人 都是站起身 向他欢迎 小宋第一个赢过来 这可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奖杯 让我好好摸摸 口袋里手机响起 军卿摸出手机 看到上面地灵的电话号码 他捏着手机站起身 走到洗手间附近的僻静处 将电话接通 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东西你拿到没有 军卿抬腕看看时间 再等一会儿吧 好 我在天圣域等你 两人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军卿收起手机要走 恰好 冷明哲从洗手间出来 军卿很自然地停下脚步 与他并肩而行 冷叔叔 您和我爸妈认识这么久 您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妈离婚吗 离婚 冷明哲停下脚步 语气严肃 军卿你不知道 你爸和你妈从来没有离婚 没有离婚 军卿皱着眉 这怎么可能 当年 你妈妈提出离婚 你爸一直没答应 冷明哲叹了口气 你妈带着你住在团里的宿舍 你爸好多次想要挽回 他都没同意 后来干脆带着你 远走他乡 你爸出国找过他好多次 想把你们母女带回来 只是都没有成功 一直到你们上那艘失事的船之前 他还出国找到他 他们从来没有办法过离婚手续 你爸一直以为 他还能把你妈和你带回来 知道你和你妈出事 他几乎痛不欲生 我不明白 军卿摇 咬下唇 如果他真的那么在乎我妈妈 我妈妈为什么要离开他 清清 沐依晨担心地跑进回廊 久不见军卿回来 当父亲的放心不下 特意跑进来查看 看到军卿与冷明折在一起 他暗松口气 清清 没事吧 我 军卿迈步走过来 我肚子有点不太舒服 您能送我一趟吗 沐依晨关切扶住他的胳膊 我送你去医院看看 没事 我可能就是有点着凉 军卿安慰地向两人一笑 不用去医院 送我回家就行 也好 沐依晨转脸看向冷明折 你帮我和云兰他们说一声 我送完清清再回去 父女二人一起回到天圣狱 沐依晨将他送到楼上的卧室 安顿他在枕上躺好 细心地帮他盖好薄贝 手掌伸过来 捧住他的小手 要不我去给你买点药 没事 现在已经好多了 军卿的目光落在他的手掌 手指轻轻抚了抚他的指尖 拉开抽屉 从里面取出指甲剪 看您 指甲都该剪了 我帮您剪剪吧 沐依晨还要拒绝 军卿已经拉住他的手指 别动 坐在床侧 注视着女孩子的小脸 心下欣喜 沐依晨的指甲都有点发产 军卿原本只是想要剪下一些指甲 用来做亲子鉴定 医生说越靠近假肉越准确 他一不小心剪得太深 将肉都剪下一小块 血水从指甲溢出 看到伤口上溢出来的血迹 他慌乱地抬起脸 对不起啊 我 没事 不疼 沐依晨笑着安慰他一句 随手扯过一张纸巾擦了擦伤口 都怪爸爸手抖 不怪你 轻轻 卧室房门被人推开 地灵大步走进来 沐依晨闻声转脸 两个男人的目光在半空中对在一处 看到地灵 沐依晨的眼中闪过疑惑 对方的年纪很轻 不像是女儿的养父 不过 听他这么亲密的称呼 卧室也不敲门就进来 似乎和女儿很熟的样子 一时间摸不清地灵的身份 沐依晨从床边站直身 礼貌客气地向对方一笑 您好 您好 地灵礼貌地回应一句 快步行到床侧 弯下身来 用手试试军卿的额温 怎么躺在床上 不舒服 沐依晨站在床的另一边 目光落在地灵落在君青额上的手掌 青青 这位是 她是 君青坐起身 注视地灵两秒 语气正重 她是我男朋友 之前没有向沐锦白说明 导致对方对地灵误解 君青不希望类似的事情再重演 男朋友 地灵危恶 侧眸看向她 眼神中游眼不住地惊讶 这是第一次 她用这样的身份来介绍他 而且 对方还是她的父亲 听到这个称谓 沐依晨的眉也是 轻轻跳了跳 眼神中除了客气之外 还多了几分审视 我是青青的父亲 沐依晨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地灵直起身 平静地道出自己的名字 地灵 听到她的名字 沐依晨眼中 闪过一抹惊恶之色 当然 也不过就是片刻的惊恶而已 镜片后的眼睛 很快就恢复平静 比起刚刚更加深沉几分 地先生 能否借一步说话 地灵重新弯下身 扶住君青的肩膀 你没事吗 我真的没事 你们去吧 君青轻轻推推她的手掌 我们一会儿再谈 好 地灵重新站直身 走向卧室门口 沐依晨跟在地灵身后 走进书房 抬手示意她入座 地灵侧身靠到书桌前 沐先生想要和我谈什么 我女儿 地灵脸上波澜不惊 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 沐依晨双目锐利地凝视着地灵的脸 这是地先生的房子 对吗 天圣玉这样的豪宅 一般人也是买不起的 不需要别人开门 地灵就走进来 很明显她知道房门密码 不 地灵摇头 这是青轻的房子 你们在同居 同居吗 地灵略意沉吟 算是吧 沐依晨的煤越发骤警几分 不知道青轻有没有和你说过 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她的父亲 所以 我想让她搬回去和我一起住 这个男人在商场上可一向是冷血无情 沐依晨可不认为 他会对自己的女儿有什么真心 像军青这样设施未深的小女孩 怎么玩得过这么狠辣的男人 上来就要抢人 果然是一家人 和沐锦白还真是像 地灵皱起眉 不行 地先生 沐依晨的语气转冷 我这不是在求你 地灵靠在书桌上 眯起眼睛 你有没有想过 得罪我是什么后果 面对地灵阴沉的目光 沐依晨并没有半点退缩 目光隔着镜片对上帝灵的视线 沐依晨语气平静 我很尊重地家 但是这并不表示我怕你 为了保护女儿 别说是地灵 就算是地家老爷子 沐依晨也不介意得罪 等轻轻承认你这个父亲之后 我们再来谈吧 直起靠 在椅子上的腰背 地灵下了逐客令 时间不早了 沐先生该回去了 沐依晨皱了皱眉 转过身 大步回到军卿的房间 地灵也跟进来 沐依晨在门外停下脚步 如果你敢伤害我女儿 我不会放过你的 地灵平视着对方的眼睛 如果你敢伤害清清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哪怕沐依晨是军卿的父亲 如果伤害到军卿 他也一让 会让对方付出代价 这会儿 军卿已经起身 沐依晨见状 忙着走过来 清清 你怎么起来了 别动 扶住他的手掌 军卿揭开手中 窗壳贴的保护纸 小心地帮他把伤口裹好 我这没有防水的 您先别沾水 注视着手指上 裹得平平整整的窗壳贴 沐依晨的心下 也是一片暖意 那爸爸先回去 明天我再打电话给你 好 策谋看一眼楼梯的方向 沐依晨放低声音 语气也重新客气起来 要是他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 他手机里有我电话 提到军卿 帝灵也连起身上的攻击性 放心吧 我会照顾他 二人对视一眼 谁也没有再说什么 一个离开 一个降门关紧 脚步清响 军卿走下楼梯 行进门厅 他和你聊什么 你 我 帝灵点头 他很疼你 如果是屈炎覆势的人 知道他的身份 肯定是百般八戒 恨不得把女儿送给他 沐依晨敢为了军卿 向他挑衅 这一点 帝灵很欣赏 他看得出来 那个男人对军卿是真的疼爱 军卿明明纯没出声 知道他对父亲 还心有芥蒂 帝灵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我查过那个李春风 他应该是刚刚出狱没多久 暂时查不到住在哪里 今天两人双管齐下 军卿负责去拿到验DNA的东西 帝灵则在安排人手 寻找李春风 没关系 他和秦云兰约好过几天见面 到时候 我盯着秦云兰就能顺藤摸瓜 军卿抬起右手 将指尖捏着的两个小塑胶带 送到他面前 我们先去验DNA 袋子里 一个装着慕雪清的头发 一个装着慕一辰的指甲 行到床侧 帝灵侧身在他身边躺下 顺手将他拉到怀里 我陪你睡 后背贴上帝灵的胸口 军卿顿时紧张地肌肉绷紧 悄悄向旁边挪了挪 与他拉开一点距离 军卿轻声说明 大木头 我明天还要入节目 大手伸过来 揽住他的腰 重新将女孩子拉回怀里 地铃垂脸贴上他的头发 我知道 你路上说过 他轻轻扭扭身子 将脸转向他的方向 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我今天真的有点累 我们改天好不好 伸过手臂拥住他的颈 他笑得讨好 今天你放过我 改天我加倍补偿你 好不好 放过 补偿 心眸对上他的眼睛 地铃反应过来 不由失笑 臭丫头想什么呢 紫荆公寓 听到敲门声 穆景白疑惑地从书房出来 将房门拉开 看到站在门外不请自来的穆逸臣 他不悦皱眉 抬手就要降门避紧 右手抬起 挡住门扇 穆逸臣语气深沉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我这次来 是想和你谈谈亲亲 提他提到军青 穆逸臣压住门的右手放松下来 主动退到一边 我还有工作 请你抓紧时间 穆景白皱眉提醒 穆逸臣的目光 扫过纸上的窗壳贴 抬眸 看向儿子的脸 你和清清比我熟悉 我这次过来 就是想要问问你 清清和地灵事情 你知道吗 穆景白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今天我送他回家 看到他和地灵在一起 穆逸臣的手指 轻轻地俯着纸上的窗壳贴 你妹妹还小 涉事未深 我担心地灵对他不是真心 他肯定不会听我的话 所以我想让你劝劝他 这个你不用担心 穆景白清吸口气 地灵是不会伤害他的 他们已经在一起十年了 是他把清清从海盗岛上救回来的 他对清清是真心的 这么说 清清就是地家收养的女孩 穆逸臣皱紧双眉 那海盗岛又是怎么回事 十年 难道清清之前一直在海盗手里 这么说 女儿岂不是在那些恶魔身边长大的 一个几岁的孩子 他经历了什么 穆逸臣抬起两手撑住头 无力地垂下脸 都怪我 如果我阻止他们上船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穆逸臣猛地站起身 如果你当初没有和秦云兰 生下穆雪清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我妈不会死 清清也不用在恶魔手里 待这么多年 更不用寄人篱下 紧白 你在胡说什么 雪清他不是 住口 穆景白抬起右手指住房门 我不想再听你说话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景白 我承认当年是我犯错 可是雪清 你去向我妈解释啊 你去墓地里向他道歉 看看他会原谅你吗 穆景白红着眼睛 对不起 低语一声 穆逸臣缓缓地走出房门 穆逸臣站在原地 两手紧握成拳 手臂上的肌肉 都因为过度用力而颤抖 看到桌子上的杯子 他猛地冲过去 一把将那杯子抓起来 用力砸在门上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杯子碎成无数碎片 叮叮当当地落在地板上 清晨 地灵将文件捧进军青的卧室 坐在床边注视女孩子睡颜片刻 他弯下身 将文件轻轻放到他的枕边 窗外 东方天际的第一 抹尘光已经升起 军青皱着眉在枕上翻个身 手伸过来摸向身侧 一只暖暖的手掌 轻轻接住他的手掌 他睁开眼睛 借着台灯微弱的光线 一眼就看到坐在他床侧的地灵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 捧起他的小手 送到唇边清了清 地灵拿过桌上的文件 送到他面前 结果已经出来了 军青瞬间清醒过来 以最快的速度爬起来 接过他手中的传针 视线扫过那些复杂的数据和表格 翻到最后一页 经以上对比得出 两份实验样本确定无血缘关系 他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 军青抬起脸 将传针送到地灵面前 你看这里写着 无血缘关系就是不是 对不对 没错 肯定是这个秦云朗搞的鬼 这个坏女儿 我不会放过她的 军青坐起身 抓着文件抱住他的颈 地灵 我真的好开心 与父亲接触越多 他就控制不住的 想要与对方亲近 越是如此 也就越在意 沐雪清的身份 现在看到这个结果 军青一直提着心 也终于能落回原地 拉过薄背 拢到她身上 地灵宠溺地拍拍她的背 想吃什么早餐 我去帮你做 我不想要早餐 将手中的文件放到一边 军青两手扶住她的肩膀 将唇印在她的耳侧 我要你 大手掐住她的腰 地灵抬眸 对上她的眼睛 手指里开她夹上的乱发 弯下身向她靠近 领地失线之前 她只来得及提醒她一句 别留痕迹 我还要上节目 九点钟 军青和赵依依一起走进体育馆 果然见甜心已经抵达现场 除了她之外 还有数名参加节目的艺人 赵依依向她说明 今天的工作安排 上午去体育馆参加新冠军训练 下午有一个音乐时评的访谈 然后我们去录音室录歌 旁边的摄影师和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录影 这些不会直播 不过会剪辑出来播放 见到军青 大家都是客气地和她打招呼 甜心看到她 心下自然是恨得咬牙 只是因为有摄影机盯着 她只能笑着过来打招呼 军青早 军青浅笑 语气比她还客气 心结早 几人正在聊天的时候 工作人员已经带着一位年轻男子走进来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今年的市井赛上 刚刚拿过冠军的专业运动员许臣 看到她 军青杨纯露出笑脸 徐老师 徐大神 甜心快步走过来 挡在军青面前 将准备好的礼物拿出来 我可是你的粉丝哟 这个小礼物 你一定要收下 参加综艺节目 谁能抢到更多有意义的镜头 谁就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假面歌王失利 甜心现在自然是更加卖力 谢谢 许臣客气地接过礼物 目光落在被甜心挡在身后的军青脸上 差点没认出来 这不是小师姐吗 甜心曾经演出一个古装剧 在里面演的就是一个师姐的角色 听许臣叫小师姐 还以为对方是她的粉丝 甜心顿时心花怒放 笑着娇称道 没想到 徐老师也看过我的剧 我可没有资格当您的小师姐啊 许臣很耿直地解释 甜心小姐 别误会 我不是叫您 我是叫军青 甜心顿时一脸大写的尴尬 徐老师太客气了 您现在可是世界冠军 这小师姐 我可不敢当 徐老师 您和军姐还认识啊 军青你也是学基建的呀 几个小艺人 七嘴八舌的八卦着 是这样的 许臣主动说明 之前 军青和我们是一个教练 当时教练 还主动要推荐他去国家队呢 哇 军青好厉害 几个小艺人齐声感叹 备受冷落的甜心 也不甘寂寞地挤进人群 军青 我记得之前 咱们一起上节目的时候 你好像说 你还在上大学吧 怎么可能是徐老师的师姐 这年龄不对吧 甜心小姐 可能不太了解 许臣笑起说明 我们说的这个师姐 可不是按年龄 而是按照跟教练学的时间 军青比我小 但是比我入门在先 自然是要遵义生小师姐的 军青姐这么厉害 当徐老师的助教 都没问题 是啊是啊 我也同意 小艺人们纷纷感叹 一旁的摄影师的镜头 几乎都锁定在军青身上 最多就是拍个全景 给他当陪衬 甜心看在眼里 越发气得咬牙 十分钟之后 大家分男女 走进换衣间 有两位女艺人 以前根本没有经验 只是为了露露脸报名 连专业的基建服都不会穿 军青主动帮忙 又向众人指点怎么穿 甜心看出是机会 以最快的速度 换好衣服 跑出去抢镜头 头罩也没戴 故意对着摄影师 摆出基建的动作 甜心小姐 这样很危险 快停下 此时 许晨也换好衣服出来 注意到甜心的动作 一脸严肃的制止 除非是在对战和训练的时候 绝对不可能 对着人挥舞基建 知道吗 显摆不成 反倒挨骂 甜心心下气恼 脸上却只能陪着笑容道歉 对不起 军青最后一个将衣服换好 回到训练场 哇 好帅 军姐身材真好 摄影师立刻将镜头移到她身上 甜心握着剑 再暗暗撇撇嘴 示意大家站好 许晨背着双手 站在众人面前 现在大家站好 我来向大家说明一下注意事项 第一点安全最重要 像刚刚甜心小姐 拿剑对着人挥舞的动作 是绝对绝对不允许的 刚开始就被点名批评 甜心的心情越发糟糕到极点 简单讲解过注意事项之后 许晨抬起右手 现在 我请一位同学和我配合 向大家演示一下 基建比赛的规则 我来 甜心主动出列 站到基建坦上 摆出一个标准的前后步 徐老师 您看看我的动作对不对 甜心扬着唇角 一脸夸我的表情 心简 安全第一 军青微笑着 善意提醒 您这样头盔都不戴 可是很危险的 军青说得很对 所以 我要再次向大家强调 安全最重要 许晨的语气严肃 很明显已经有些气氛 千万不要把我的话 当成儿戏 基建是很危险的运动 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一旦受伤 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 甜心小姐 请您先规裂 军青 你来配合我演示 是 徐老师 戴好头盔 军青迈步走到许晨对面 按照许晨的指示向大家演示 起见是 弓不刺 后退闪避 在许晨的指示下 军青单背一只站在基建带上 身体舒展 初见训捷有力 第一个动作都透着利于美 最后他小露一手 玩了一个花式的刺法 众人又是鼓掌 又是叫好好不热闹 不用刻意出风头 他已经是全场的主角 甜心站在旁边 早已经极度的发狂 片刻 许晨吩咐大家解散练习 他就站在一旁 一个个的认真指导 眼看着将近一个小时过去 许晨也担心大家刚练习站的 好 大家休息一下 军青停下练习动作 抬手摘下面罩 想要去喝两口水休息一会儿 刚转过身 就被甜心拦住去路 咱们再一个俱乐部 一起学基建 也很久了 今天难得有机会 不如我们切磋几下吧 切磋 好 那就看看是谁切谁 军青捧着面罩转过脸 笑盈盈开口 好啊 原本已经摘下面罩 准备去休息片刻的小艺人 立刻聚过来 看热闹的不嫌事大 还有人主动向熟悉的艺人招呼 快过来 军青要和星姐单挑了 一嗓子 惊动所有人 总导演看到这架势 知道这一局 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一脸兴奋的小跑过来 两位等会儿 我们先安排好机位 摄像老师们迅速就位 总导演安排好四周围观的众人 抬起右手 向二人做个OK的手势 OK 许臣走过来 帮着二人 安装好积分的传感器 助手在一旁打开积分器 向他做一个OK的手势 军青整理一下自己的基建服 目光落在对面甜心的脸上 他勾传一笑 星姐手下留情哟 该说手下留情的人 应该是我呀 许臣挥下右手 计时开始 甜心求胜心切 第一时间向军青冲过来 手中长剑狠狠地刺向军青 军青并没有急着进攻 跳步避开 之前在假面舞王上输给军青 今天又数次被他挤对 甜心这次是拼了命 也想夺回一个面子 见军青一直是防止为重 他在面罩后 杨纯露出冷笑 还以为他多厉害 也不过如此 轻贺一声 将速度提升 他再次冲向军青 挺剑刺出 旁边积分器上亮起红灯 甜心拿到第一分 四周 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停 第一局结束 军青暂时落下一分 看不出来 星姐这么厉害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听着四周的感叹声 甜心心吓好不得已 摘下面罩 轻喘口气 他浅浅向军青勾起唇角 军青 你可别让着我呀 摘下面罩的军青 只是双颊微红 气息依旧平稳无比 怎么会 是星姐厉害 一分钟后 第二局开始 有了第一局的胜利 甜心自信更足 行礼之后 他迈不准备再次发起攻击 刚冲出两步 眼前剑影闪过 军青已经冲过来 他慌乱闪避 晚了 绿灯闪烁 军青得分 甜心还没有回过神来 军青已经再次冲过来 之前 两人一直没有交过手 他也想要看看甜心的虚实 第一局的比赛 他已经摸清甜心的套路 这位大小姐 不过就是花架子 中看不中用 这一局 他对症下药 自然是事半功倍 在第一局 甜心消耗太多体力 速度明显减缓 军青却是越战越勇 手中常见 忽左忽右 甜心根本应接不暇 积分器上 代表着军青一方得分的绿灯 不时亮起 绿灯亮 绿灯亮 绿灯又亮 这哪里是什么切磋 分别就是单方面的蹂躏 四周 人们的掌声和欢呼声越来越大 甜心此时无暇去顾忌得分 只是拼尽全力 想要挽回一些局面 看对方露出一个小小破绽 他挺剑冲上来 刺向军青胸口 侧身让过他的长剑 军青挺身前刺 甜心的剑擦着军青的手臂掠过 不等他反应过来 胸口处已经感受到重重的一次 积分器上 绿灯再次亮起 许臣抬起两手 示意二人分开 停 我宣布 许臣抬起右手 这一场比赛胜负已分 军青胜利 甜心错愕地转过脸 看向计分屏 军青只用了短短三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刺中他这么多次 这怎么可能 叶 赵依依直接抓着水瓶 从地板上蹦起来 军姐万岁 四周 一众人等兜着跟着欢呼出声 军青笑眯眯地走过来 主动向甜心伸出右手 心姐 承让 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他伸过手掌 轻轻与军青握了我 这次我甘拜下风 不过 我会更加努力的 输了击见 不能再输掉人设 心姐总是这么努力 军青依旧是人畜无害地弯着唇角 看你 妆都花了 快去洗把脸吧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不要拍了 这一段剪掉 抬手将摄像对着他的镜头推开 甜心风一样 挤出人群 冲向洗手间的方向 注视着镜子里 自己惨不忍睹的脸 甜心愤愤地扯过一张纸巾 擦掉弄花的眼妆 听到洗手间房间轻响 他只当是自己的助理进来 头也不回地骂道 等什么呢 还不过来帮我 身后脚步轻响 甜心闭着眼睛转过脸 快帮我把假睫毛先取下来 一只手掌伸过手 捏住他脸上的假睫毛 用力一扯 假睫毛扯掉 甜心疼得眼皮直跳 你疯了你 大骂着睁开眼睛 看到的却是一张粉嫩嫩的精致小脸 疯的不是我 而是你 军青抱着胳膊 唇上有笑 眼睛却是冷的 我给你一个机会 马上退赛 甜心正了正 随后冷笑 退赛 军青 你以为你是谁啊 刚刚我们已经比 过 你不是我的对手 继续比赛又有什么意义 还不是输给我 军青上前一步 逼近甜心的减 下次你连第一局都过不了 你 甜心按咬着后牙 我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抬起手掌 他皱眉 想要将军青推开 先指抬起 死死抓住对方的手腕 军青用力拉起他的手掌 借着灯光 可以清楚地看到 甜心的手指上 还留着疤痕 那是上一次 他对军青的小提琴 做手脚的时候留下来的 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 是你弄断我的琴弦 军青冷笑 这道疤 现在可还在你手上呢 你别含血喷人 甜心做贼心虚 做或者没做你心里清楚 军青逼近他的眼睛 你这种垃圾 连和我同台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要么你退赛 要么我让你退赛 你自己选 甩开甜心的手掌 军青转身航向门口 眼看着军青走出洗手间 田怒心下气节 大步追过来 军青 你给我站住 20hoop 都不必要 传北 膛青